頭腔共鳴 頭腔共鳴 你看那個小哥也是喔 他也是會挑眉 余大哥他是用丹田 他用丹田 啊頭腔共鳴是 你看旋友哥 他不是頭腔共鳴 他是 他是怎樣 他剛剛不一樣 他剛剛不一樣 太奇怪了吧 這個 我還沒... 現去 天台 他剛剛不一樣 所以跪了一架多少錢 他大概20萬 因為... 玉琳哥又想說還好對不對 你剛剛... 你剛剛要笑 你鬧耶 哈囉 說沒事的 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 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嗨 哇 不得了 我這樣轉身看來不太習慣 真的喔 因為我還是懷念美人節 對啊 你幹嘛這樣啊 對啊 你剛剛... 可以直接笑 你是不是要試了耶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我跟你講 今天的主題呢 是要講這個毛很多的人 沒錯 你毛很多嗎 我毛算不多 看得出來 但是你算毛多的人 我哪裡毛多 對啊 你玻璃心啊 然後你又敏感啊 你又脆弱啊 今天這四位喔 這個都是毛多的 不知道是毛多 還是真的有原則 對 我們就簡稱毛怪好了 沒有 來 幫我們介紹四位毛怪 我們的羽絨 還有黎玉群小胖 還有棚花幹幹哥 跟我們的下一位 好 找四團 沒事找四處 對 來 我們的 艾雅 艾雅 來 一起蘿莉塔 謝謝 對 他們就是聽了聽了覺得不爽 他們就會找麻煩的 會找麻煩的 他們才要看對面的 對 來 第一題 別人都活得太隨性 哪一件事讓你最無法忍受呢 來 我是一個還滿有 龜毛跟潔癖的人 看得出來 像我 像我們家客廳的落地窗 很大一片 玉琳哥知道了 那我就覺得 不管是這種落地窗 還是那種廁所的小氣窗 不管 反正 窗戶就應該是透明的 窗戶 合理吧 合理 因為我也是 因為像我家落地窗 就很大 真的很大一片 所以我只要 譬如說幾天的下雨天過後 突然放晴 我就會開始在陽台 拿著我的水管 盡情的揮舞 因為我 然後都穿很少對不對 就穿比基尼 因為他們主委我很熟 他一定要熟 他每次遇到我就說 他不好意思跟你講 他希望透過我轉達 他說你這個影響社區 一些爸爸們的 家庭的和諧 特爾蒙分裕 對 我摸著良心講 自從我穿比基尼洗穿褲之後 我們社區都賣光光 沒有 主委說好事是說你們那邊 因為爸爸們比較老年 要整個走起來 不對吧 就找老婆出氣 好 反正呢 我就是為 真的在陽台 就也是真的穿比基尼 然後我就開始洗我的落地窗 然後我就是要洗到那種透明道 你關起來 你是完全看不到有玻璃的感覺 你看這個照片 有夠龜毛 弄成這樣 我的那個玻璃透明道喔 我們家社區的鳥 是用衝刺的 牠們在追逐 你知道嗎 我還沒有講完 牠們在外面就這樣追逐 還在玩耍嗎 就突然聽到 動一聲 他撞到我家玻璃 真的喔 他那個劇情跟卡通一樣 他不是撞 他是整個黏 然後被牠滑下來這樣 然後被牠滑下來 而且我跟你講 家裡有時候會有朋友 親朋好友來做客 然後他們來 第一件事情就說 天啊 你們家景色也太好了吧 怎麼這麼漂亮 然後正他們講的同時 他們手就伸出去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開窗戶這件事情 就是旁邊不是有鋁框嗎 對 鋁框是不是你一推它就開了 你為什麼手要 你怎麼 你會想要眼墨具這樣 把窗戶打開 可是不這樣看又怎麼看 但有時候真的會沒有力氣 因為有時候會也沒有 因為女窗的偏它是凸的 你其實一推它就開了 可是我跟你講 不熟悉那個角度真的 你反而眼墨具這樣開更難開 因為那個手會滑 可是好像大多數人 都是用眼墨具的關係 然後你知道他眼墨 一演之後 他那邊就是手掌 手印就在玻璃上 我真的是受不了到 他們還在陽台看風景 強迫症法座 我這裡面已經可以插窗戶了 就插到我朋友說 我壓力好大喔 他說壓力太大了 所以這樣打另外一半就很可憐 這樣壓力有點 所以我沒有另外一半 我自己住啊 不要窗戶 這樣打眼 他那打籃球的 打籃球的有辦法忍受你這樣嗎 誰 那個 哪個 哪個 他有通過測試期喔 所以是可以 他是推鋁窗 他是推鋁窗的 他不會推玻璃 對喔 蘿莉塔你覺得呢 你講他幾句嘛 宇柔非常適合做一件事情 你啊 未來不怕失業 你可以去當就是那種大樓 外面不是會有掉上去的 他不一定會搞 查玻璃 我先進派高到晚 我工作也很幸福 我覺得你會都很快樂 你也很適合 而且 大家常比基尼耶 對啊 來... 對 我們來都猜一段東西 可是你就是 我是不是就說 你們是有病團 對啊 我... 顧我家那個乾淨有什麼不對 還影響到別人 我家乾淨的別人把我弄傷 是別人有問題 那你給一個 為什麼我潔屁庫 我家乾淨 我要去洗大樓 你進去變成專業 你看台北的地標地理 如果是你洗床的話 變得更漂亮 我才不要 進去你的影業 真的 小胖 我個人是覺得 我自己算是滿隨性的人 可是有時候 在用那個手機跟訊息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社交禮儀還滿重要 像我個人 是滿討厭的那種就是 有人就是訊息你 然後他只說 哈囉 在嗎 對 然後 就沒有下文了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東西 我就看到之後想說 你為什麼都不直接 想要幫你的話講完 還有人遇到我 下次遇到我 說我上個月也要約你吃飯 你怎麼都沒有回 我說沒有啊 我沒有聽到這件事 後來打開來看發現 他穿一個 哈囉在嗎 你沒有講 誰知道你要約我吃飯 你當我通靈喔 他有可能是 譬如說他想要打電話給你 但是他又怕打擾到你 所以先問說 你現在忙不忙 我覺得 如果不忙他就會打給你啊 我覺得這可以 但他可以跟我講說 那你有扣嗎 有事想請教 對 或者是可以打給你嗎 對 但他都沒有講啊 那 就是把事情講得明白一點 不要只是說一句 哈囉在嗎 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個 我超討厭的就是 有些人就很喜歡落落床 穿一堆語音訊息 這個也不行 語音訊息的 你看這個 你看他下面有一個什麼 十二分鐘 很有壓力耶 七分多鐘的 請問到底我要花多少時間 聽完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我要幫一些人講話 因為有些長輩 他們是真的不太會打字 長輩他們老花眼很嚴重 然後有時候沒到眼睛 他們就只能傳語音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 你媽媽傳給你 然後你都不回她 不孝子 不是 十二分鐘太久了 到底誰可以聽十二分鐘 他唱一場歌劇 不喜歡聽語音會有很多遺憾 你知道嗎 因為蘿莉塔講的那個長輩 他就是看不清楚要字 或者是不太會打字 那有時候你想說無聊 而且你看只有三秒 一定是沒什麼好事 社會新聞就有啊 你等一下去 結果那個就是沒聽 因為那個三秒鐘 救 救 有可能 玉琳哥沒有那麼多這種 對啊 對 但也是有可能 可是家人的話 我是覺得他可以直接打電話來啊 就是為什麼就語音 然後十二分鐘 我真的覺得你超過 十二分鐘真的很長耶 超過一分鐘的語音 我覺得就是你講不清楚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 我覺得十二分鐘太過分 因為你剛剛沒聽到有沒有 你還要重聽 對 所以討論就這一點 我真的也很討厭 因為我有工作的時候 我之前的經紀人也是傳語音 然後一打開就 然後每一則可能是一分鐘 兩分鐘 你知道聽語音超浪費時間 什麼事情都這麼難做 但是還是會把它聽完對不對 還是要聽完 因為它是工作啊 工作就沒辦法 可是就真的很煩 妳全部聽完之後 她說 她剛剛講幾點 然後妳又在發覺什麼 對 有一個方法 因為我也很討厭聽語音 所以我都引導大家 去另外兩個城市 一個叫WhatsApp WhatsApp可以 它可以 對 所以速到兩倍 雖然它會講得有點快 所以妳就會省略掉很多 那個 這種時間 妳就給它倍速聽 另外一個就是去微信 因為微信 可以翻成文字 我每次語音只要一來 我就轉成文字 就先看它有沒有講重 那妳那個十二分鐘 會變小說 十二分鐘 那個就是先把它 十二分鐘 給妳倍速也加快 我想知道那十二分鐘 到底後來內容是講什麼 那個其實是好幾年訊息 我後來有想要點開 到底那個時候講什麼 你沒聽喔 已經 已經沒辦法讀 沒辦法讀取了 還有聯絡嗎 那還是有 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我真的不懂 他那個時候 為什麼要跟我講那麼久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聽到 SERieth 給 prof Meine